自逢九评发表九周年之际 星期天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九龙闹区中心 举行了声援一亿五千万勇士退党游行 吸引了大批大陆游客围观 数千份的真相资料很快就发光 一个退党义工说 大陆游客在香港退党非常的踊跃 光是他一个人短短一个小时就劝退了五十多人 短短几句口号说出了法轮功学员们的心声 游行起步前 大纪元时报全球总编郭军出席游行前的起步里 祝贺九评九周年和一亿五千万人退党 中国社会爆发的退党潮是伟大的精神运动和精神觉醒 九评正在改变中国这个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 强加给中国社会的毁灭的命运 领引着时代的巨变 集会之后法轮功学员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 前往千沙嘴的天心码头 呼吁人们快快退出中共 游行队伍途径望角时 两旁挤满了围观的大陆游客 一位陕西游客说简直太震撼了 还有香港警察为游行开路 对于中共的罪恶 老百姓越来越觉醒 他相信中国一定会发生巨变 法轮功学员沿途向大陆游客 派发了约5000份的真相报纸 一边派报一边劝退 这个一工从长沙湾走到旺角 已经劝退了50多人 除了游行之外 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早上还举行了 集体大练功 声势浩大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